一直以来,在各个国家的战争阶段,情报单位一直是很神秘的组织。 在中国抗战期间,军统就是一个神秘的特工情报组织, 专门负责执行暗杀或窃取双方的军事情报方面等特殊任务。 有了准确及时的情报,战争能够更好地开展。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,日本开始侵华,中国政府就安排了很多情报工作人员。 他们躲避在暗处,秘密地进行着最重要的斗争。 而日本为了窃取中国的机密,也专门培养了一批女间谍。 他们每个貌美如花,还会讲中文,也受过专业训练。 可以说是运用美人机来迷惑中国军官,进行旁敲侧厅,从而窃取中国机密情报。 当年这些女间谍中,最出名的莫过于川岛方子和南造云子, 两人都是非常著名的日本女间谍。 上一篇介绍到,当时国民党军统的领导人就是人称间谍王戴莉。 在抗日战争时期,由戴莉领导的军统特务, 当时日本派了大批日本女间谍潜伏中国。 但是戴莉仍能透过日本女间谍身上的三个部位,一眼是破女间谍的身份。 据说戴莉用此方法还未失守过,那到底是哪三个部位来是别的呢? 第一,生活习惯。 由于日本人与中国人相貌十分相似,但是两国的生活习惯不尽相同, 戴莉区别是否是日本女间谍的其中两个方法? 就从生活习惯这方面下手。 首先日本人由于当地生活习惯问题,平日里都喜欢穿木鸡。 而中国人在当时除非是贫苦家庭不得已才穿草鞋, 一般人平时都喜欢穿布鞋。 由于日本人常年穿木鸡的缘故, 所以日本人的大脚趾与其他脚趾的间隙会比较大。 通过观察大拇指之间的间隙, 就能间接判断出对方是不是日本女间谍。 这是戴莉的第一个方法。 戴莉的另一方法也是跟脚趾有关。 观察对方脚趾的大小。 众所周知,中国妇女有缠足的习俗, 日本人却没有。 虽然在民国时期, 这个陋习已经改掉了。 但是,当时大多数中国妇女是经历过蝉足的。 经蝉足的中国妇女的脚趾相较日本人而言要大。 所以观察脚趾的大小便可判断对方是否是日本人。 要说前两种都得设法看到对方的脚才能进行判断。 这第三种辨别的方法就不用这么麻烦了。 观察对方女子虎口位置是否有劳减。 一般特务情报机关的人员选拔是非常严格的。 淘汰率也是非常之高。 作为女间谍或者女特务的基本军事素质。 就是枪法要稳、准、狠。 没任务的时候, 她们每天都要进行高强度的军事训练。 以保证自己能在执行任务时降低自己的失误率。 而高强度的枪法练习, 就会导致虎口位置留下老茧。 所以当发现对方虎口有老茧的女人, 而且不像是务农出身, 那对方即使不是日本女特务也要格外留心。 代理独创的这三种方法, 帮助国民党抓到许多的日本特务, 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。 由此可见, 代理不愧是特宫之王。 这三种方法,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? 或许你们也可以运用刘翼, 找到潜藏在你身旁的间谍呢。